我们可认识 摘人民公社牌子的大背景 应该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个后来被认为是划时代的会议 决定把全国的工作的重点 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 到了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中国带着摆脱近乎的喜悦 沐浴在新时代的光辉里 人民公社的牌子 就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被摘掉的 不久 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给广汉打来了电话 说中央领导同志同意你们搞试点 至此广汉县委一般人 才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五年后 人民公社才在中国大地上全部消失 作为一种体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向阳因此博得了中国第一乡的美誉 但该给你一句嘛 我们是在当年十一年三番 我们提供 房地产广场呢 衷心的希望呢 能够容纳更多的朋友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再见 再见 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故事发生在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 并有一个最庞大的政党所创造 有学者认为 人民公社包含了有史以来最美好的理想 却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至少三千万人直接死于饥饿和饥饿所造成的各种疾病 另外三千万人则由于父母的营养不良而未能甘生 它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死于饥荒以及战胜饥荒的最重要的诗篇 其兴起至结束的全部过程回二十七年 也及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八四年 一九五八年盛夏 我们伟大的祖国就好像是一个理想黄热的圣地 这种狂热气氛的中心得为河北省的徐水县 八月四日 毛泽东的专列曾开进这个地方 第二天徐水即宣布了向共产主义的进军 二百四十八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一个人民公社 自耕农民也即成为公社社员 这一情节后来被载入史册 作为人民公社历史的开端 广为转述 广汉县向阳公社 后来改为广汉市向阳乡 再后改为向阳镇 距成都市三十公里 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但全公社有三分之一